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郑伯科端音乐里面也学到弃请于公 这个地方能不能说宣子弃见呢 我们先看一下书文姐字里面说宙是马即不也 我们知道古代汉语当中 人的行有几种 一个是不 就是一般的行走 约不 所以这个字从二指 就是两只脚 一前一后 这叫做不 那么还有行 还有曲 这里面行是一个上位概念 不和曲是下位概念 不是正常的速度行走 叫做这个不 如果这个不服很快 就叫做曲 国人对人的行为 那么经常会用许多词去描述不同的这个行为 同样对马的这个行为 那么有持有成有咒等等 也有一组这样的动词 咒的意思 说是马即不 其实也可以说是马即行 就是马狂奔 这叫做咒 好 段语台的注 说 今字咒为暴击之词 什么意思呢 现在这个咒字呀 一般都是表示暴风咒语的暴 什么是咒语啊 是来得很急很快 下得很大 很猛烈 这样的语叫做咒语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咒字通常是表示吕然 这样的意思 就是反复多次 同一个行为 多次去做 表示行为动作的频次 是一个副词 段语台下面说 反左传 国语 言咒诫 皆与吕同意 左传 国语里面 表示行为动作反复多次 用咒 所以像宣子咒剑 公子商人 公子商人 咒诗于国 这里面的咒都是表示反复多次的意思 左传是用咒比较多 而诗经和上书 而诗经和上书 表示行为动作的反复多次 是用捋 这种不同文献 用不同的词 大家考虑一下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实在不同的诗经和上书 诗经和上书 要早一些 而左传 在时代上要晚一些 这当然是一种解释 还有一种解释呢 习惯 当然还有可能是方言的差别 但是用方言之别 那么上古文献太少 所以很难证明 那么用习惯 可能这个解释力最强 但是解释力越强的这个说法 其实越可疑 下面段译才说 论语言吕 意言气 总之论语不会用正 这个意思 用咒也罢 驴也罢 气也罢 意思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其意义 表示行为动作的反复多次 这大致的意思 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的 它们有没有区别呢 下面段译才就接着来 陈述它们之间的区别 辨析它们之间的差异 它说这个气的本意是敏极 所以气和极这两个读音 应该是先有极 后有气 那么如果是读成去力切 不读这个极的话 意思就是硕硕然 大家知道庄子里面 庄子逍遥 大家终于读过 对不对 里面用到硕硕然 说这个列于扣 对于世人所热衷的功名利禄 这些东西 为硕硕然也 硕硕然 意思是拼命的去追求 其实这个拼命追求还是意义 硕硕然更 从它的意义上来讲 更强调的是 这个心里很急 生怕自己得不到 所以拼命去追求 所以这个硕硕然 也含有这个急的意思 所以段译才就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硕硕然 急是敏急 那么咒之用同词意 也就是说 咒本来是形容马狂奔的样子 马狂奔曰咒 因此咒表示反复多次 不仅是行为动作的频次多 同时也包含了 同时也包含了很急促 这个密度很大 也包含了急的意思 那么这样我们来反过头来理解 宣子咒咒 那就更恰恰 那就更恰恰 假如我们只是简单的说 宣子咒咒 就是宣子多次劝谐 而实际上宣子不仅是多次劝谐 同时劝谐之间的隔的时间很短 在劝谐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急切的情态 都可以由这个宣子体会出来 下面段随才又说 朔之本意 既也 这是读鼠 读鼠 所以是读锁脚切 如果是读锁脚切 读朔的话 那么意思就是朔朔然 应该是既也 后面是分号 然后是读锁脚切 逗号为朔朔然 乃又引申为凡破处之一 破处就是心情很急切 下面这句话 很值得我们反复体会 段随才告诫我们说 好学者必心知其意 就对任何一个字 任何一个词 我们内心里面能够真正领会它的内涵 这个知字应该是奇 知道它真正要表达什么 比方这个咒见 我们最好不要简单的用现代汉语的一个反复多次 或者就是屡次 对异一下 就完了 还要考虑一下 它为什么会有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表达的确切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那么有这样的追问 然后才能做到这个段随才所讲的心知其意 与此可见 也就是说这个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 怎么叫知其意 另外段随才告诉我们持咒 就是这个麻 极部这个意思 在礼机的取离里面都是假借这个咒子为之 所以我们读礼机的时候 如果看到这个咒 那么意思就是 马极部的意思 这是宣子周见 那么刚才段随才告诉我们说 好学者必心知其意 好了 下面接着就说公患之 课本著说患是厌恶的意思 前面我们多次见到了这个患 我们引了论语里面 应该孔子告诫我们的 不患人知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这个患就是担心忧虑 担心忧虑和厌恶 这都是用现代汉语的一个现成的词去对异它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心知患之意呢 怎么叫心知患之意 怎么恰恰的把这个患子的内涵揭示出来 我们能够心知之呢 于是他就派晋国的历史厨尼去贼之 贼从割从背 是以割击背 因此有枪害 破坏 具体的如果是这个对象是人 那就有杀害的意思 厨尼的早晨前往 那个时候 赵顿家里的寝室的门已经打开了 赵顿家里的寝室 穿好了衣服 将要去参加早朝 但是时间上早 就还没到早朝的时间 所以就坐在那儿假妹 假妹就是打瞌睡 那么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座不是坐在椅子凳子上 而是西地座 具体的说就是 臀部放在脚后跟上 这样的座 厨尼看到这幅场景以后就退下来 没有上前去对赵宣子 也就是赵顿动手 然后自己叹而言约 叹息着说道 这个赵宣子能够时时刻刻不忘恭敬 也就是说他把早朝看得非常郑重 因此每天都要早早的起来 准备着去早朝 他心里装着晋国的国事 这是不忘恭敬 因此处尼就认为赵顿是真正的民之主 主怎么理解 主按照许臣的解释 主君也 这个主从字形上来看 应该是不是王字上面有一点 这个主是火竹的竹的本字 但是关于主字 它的本意的用法 我们在上古文献当中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更多的看到主是表示君 表示统治者 这个地方是民之主是老百姓真正的统帅 所以不是为民做主的人 那么我去杀害民之主 这叫做不忠 但是如果我不杀赵顿的话 那就废弃了金陵宫君主的命令 因此这是不信 不忠和不信 这两者有一样发生在我身上 那我还不如死 所以这是古人和金人的巨大的差异 古人把一些理念看得很重 人是各种理念的组合体 没有失去了这种理念 失去了这样一些信念 那么这个人的属性就不存在了 因此在古人看来就不如死 于是就触怀而死 杜玉柱说是赵顿之亭怀 就在赵顿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怀树 除泥就一头撞在上面 然后死去了 好到了这年秋天 就是晋宣公二年秋天的九月 晋侯就使赵顿喝酒 就赏赐给赵顿机会 一起来喝酒 所以这个是印 印就是使喝的意思 但是这是一次鸿门宴 因为晋宁公在喝酒的场所 秘密的埋伏下 这个假式 假是指的假式 将要击杀赵顿 这件事情 这个晋侯的车佑提名明知道了 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呢 呃 就趋灯 趋刚才我们已经讲过 是快不走 灯是升堂的意思 过去的这个宴饮 都是在堂上 而堂呢 又是建在台上 所以要用灯 呃 约 臣氏君宴 臣 陪奉 这个君主 呃 喝酒 如果超过三绝 超过三杯 那么 不合乎礼的规定 于是就扶着这个提名明 呃 扶着赵顿 下堂 这个岁服以下 我们看一下 正义的说法 孔雲达说 呃 这里这个晋侯印赵顿酒 实际上是 呃 小饮酒 不是正烟礼 按照烟礼的规定 首先要举行隆重的线筹仪式 然后 呃 托具 升糖 托下鞋子 升糖 在这个喝酒的过程当中 无算绝 无算绝 就是 没有规定的数量 说只能喝多少杯 所以下面说 非止三绝而已 如果是弑君小隐 则三绝而退 这是古代 呃 燕吟礼的规定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 呃 过三绝 非离也 正是 由此而来的 呃 孔雲达接着说啊 提名明言此之时 未必已过三绝 假此词 以物赵顿尔 就提醒赵顿 这地方有危险 下面 碎福以下 有译文 呃 呃 我们看一下 这个杜鱼只给 呃 熬做了注 是不是说是蒙泉也 这个碎福 旧本皆福 防福凡 但是呢 福千 在给这句话做注的时候 却写的是 显 先点凡 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升堂的时候要脱锯 下堂当然要灼锯 但是 这里既然说是 弦以下 呃 那就说来不及 灼锯了 孔雲达当时看到的杜鱼本里面 呃 也 有的是有险 所以 这个地方 是一个公案 到底是弦以下 还是福以下 呃 从这个语经上来讲 当时这个饮酒应该是 刚刚开始 所以孔雲达书明确的说 未必过三绝 那么喝的酒还很少 这个时候 福有点讲不通 手是宿口反 说文说是 手是十全也 呃 呃 五高反 上书孔传说 熬是大全也 而亚 解释这个犬是 狗四尺为熬 呃 因此人们可以 呃 使用 可以命令他 做什么 呃 这样的一些注释 我们读起来 真的是 非常有趣 呃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字 我没有加标点 呃 符前本 符作弦 祝云 照顿 凸显而下 而下走 按照礼 托句而生堂 降阶 乃那句 堂上 无句 显 则是 堂 何须云 遂显而下 那么这是不同意 这个字本作显 但是下面呢 还有这个穗字 究竟应该怎么理解 所以我们知道 做一个连词是表示 前面一个小句表达的行为动作 和后面一个小句表达的行为动作 是在实践是紧接着发生的 呃 所以这个地方 用这个碎是 说提名明 说完那句话 接着就 做下面这个 显或者是 呃 符以下 那么 大家课下呢 自己找 呃 这段文字我也会放到 我们的这个教学网上 大家认真研读一下 看一看 究竟做显 和做福 哪一种 在这个语境当中更合理 好不好 公ри 教订阅 5专时 字幕志愿 cia 西班